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 佛说时善夜道经 前面我们学习到 余祝福田欢喜敬仰 福田略略说过了 我们以三种福田为例 来说明我们当前的学佛同修 如何在生活中去种福田 去赔福 第一种功德福田 功德主要是指在三宝门中 所种下的 但是 是不是功德 要看我们去种这个福田的时候 所用的心态 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 当年梁武帝 向达摩祖师 请教过一个问题 就是 正在登基以来 修建寺院 抄写佛经 广度深重 佛法身 都有了 功德 大不大 大不大 达摩祖师 说了四个字 并无功德 这是真话 梁武帝 梁武帝 有一点 不高兴 梁武帝 梁武帝 那么大的福报 哪怕就是有 也不太容易做得那么彻底 仅仅是做那么一点点 希望都很高 如果再泼一盆冷水 那么就没有兴趣做下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多半都是以赞叹的方式去接引 功德无量 今天带了一篮水果来也功德无量了 哪怕供完佛自己又带走 功德带回去 也无量了 否则他下次就不带了 功德是什么呢 功德是在修福的同时 无执着的一种心境 就是对于自己曾经的付出 不在意 不执着 对果报不计较 这是功德 功德是最大的福田 但是懂得修功德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付出了也很可惜 但是不会白付出 一定有相应的福报 刚才说到 不少同修在佛门里面 布施供养的时候 总是以外面的标准去衡量 当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末法时期 绝对合乎 绝对合乎标准的三宝形象 佛 法 生 不太容易 找得到 也就是说 完全合乎标准 丝毫 狮毫 瑕疵都没有的 不太容易找到 只能说相比而言 某些 比较好 好的我们要护持 理所当然 实际上 差一点的 不是更应该去护持吗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佛门中 现在很流行 对名气越来越大的法师大德 争先恐后去拥护 事实上 在成长中的修行人 更需要去护持 这就像树一样 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 你那一瓢水浇不浇 对它来讲 实际上意义不大 你哪怕就是不给它浇水 它已经有能力 去吸地下水了 而这棵小树 刚刚种下 太需要呵护了 功德在哪里 这就是功德 就是成效 修行人都是凡夫 有证圣果的 已经证圣果了 他已经跳出这个圈子了 多半修行人都需要成长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圣人的标准 去看待所有生团的修行人 而应当用一种呵护的心 去看待 所以伪头菩萨为什么不见身过 他的工作就是来照顾这一群修行人 引导这一群修行人 让这一群修行人 好好地修行 当然他会用种种方便 来启发 所以在佛门里面 要想种大福田的同修 今后 在供养三宝的时候 一定要用真诚恭敬之心 不要私自去堕粮 这个师父是不是有修行 有没有成就 现在这些好像也不想了 现在很多同修都是看 这个师父有没有名气 知名度高不高 值不值得我投资 值得我投资 那就是第一考量 性质都已经变掉了 哪里还可能会种到大福报呢 打折扣了 既然不失供养了 那就要让这个因变得强大 因如何变得强大呢 我们的心念就是个放大器 我们的心念如何 将决定自己这个因种下去 将来的果报收成如何 所以后面为什么用欢喜敬讶 这就是教我们修福的纯正态度 欢欢喜喜供养 恭恭敬敬照顾 有人会说担心会有副作用 那就不要做 不要做就没有副作用吗 不要做 可能佛法慢慢没落 众生连修福的机会都没有 实际上呢 我们不用这样极端的去看待 我们这么点福报 就是全部拿来 护持佛法 也不过是沧海之一滴啊 别说像我们这么点福报 就像阿玉王那么大的福报 举全国之力来护持佛法 又能怎样 阿玉王死后 所有的护持佛法的工作 全部都告一段了 但是大家不用觉得遗憾 这很正常 因为世间就是无常的 我们却希望在无常变化的世间中 找到一种永恒的现象 那不是自己颠倒吗 这是我们用错了心 那什么才是永恒的呢 只有我们的发心是永恒的 我们这一种善行是永恒的 外在的一切将会随因缘而变化 认识到这一点 不管怎么变 自己的心依然是安的 依然是定的 不受任何影响 这是功德福田 再说的细一点 供佛 佛不在世了 佛不在世供什么 才能供到佛呢 佛不在世了 供养佛像 以对佛的恭敬心 去供养佛陀的圣像 同样能修到这么大的福报 法华经上说 供养佛像乃至小到什么程度 像我们这个指甲盖这么大一点点 有人发心供养这么大一点点的一尊佛像 都可以种下成佛的正因 为什么呢 佛的因呢 放到他心里去了 所以 如法供养佛像 这是福田 大福田 流通护持法宝 供养生团 出家修行人 这就是供养三宝 第一种福田 第二种福田是报恩福田 这主要是讲自己的父母 前面的三宝福田中 也包含了师长 为什么呢 因为学佛的师长就是僧马 出家人 报恩福田呢 则也包含世俗的师长 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 我们回报 这一种行为就是在修福 当然 以供养父母排在最前面 经上说 佛不在世了 以至诚恭敬心 去效养父母 把父母心像佛一样 去照顾 这个功德 跟供养等觉菩萨 无二无别 这是属于报恩福田 世间说 百善孝为先 懂得孝养父母的人 是有福报的 确实如此 第三种呢 则是属于 慈悲福田 也简称悲田 这里面呢 包含我们现前社会上 贫穷苦难 这些弱势群体 也包含了 流落在恶道的苦难众生 譬如这些小动物啊 将要被杀害的众生啊 他们在受痛苦 我们发一念慈悲心 去帮助他 救度他 这是属于 悲意田 慈悲福田 救的是他们 而得福报的是我们 实际上呢 这是双向的 他提供了因缘 给我们修福 他也获得泄脱 改变生活状态 我们却因此呢 得到相应的福报 这是将福田归纳为这三大类 展开来 将所有的善行 都包裹进去了 有一天 弟子们向佛陀请教 说世尊啊 您在世的时候 众生 供养您 就能获得大福报 福是大福田啊 假如世尊 有一天离开了我们 后世的众生 想要修道 跟供佛一样的大福报 还能做哪些事情呢 世尊说了 有这么四件事情 如果有人去做 得到的福报 跟供佛 是没有差别的 哪是装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小动物 快要饿死了 没有饭吃了 以慈悲心 给他送饭 比如一只小狗 流浪狗 将要饿死 有缘欲道 给他提供一碗饭 或者照顾他 这个居然摆在第一 很多人想不通 这也能够修道 跟供佛一样的福报 生命平等 并不会因为形态不同 而有差别 那么第二呢 是生病的 没有人照顾的人 生病了之后很苦 身边又没有人照顾 我们遇到这个缘 欢喜地给予照顾 不嫌弃 任劳任怨 这可以修到 跟供佛一样的福报 沙弥律义里面说 八福田中 看病第一 就是讲的这个事情 就是照顾生病的人 有人说那太好了 明天我让一个人整生病 然后去照顾他 这样我就可以修到大福报了 这纯心不良 当年玄壮大师 获得这一卷《般若心经》 就是因为照顾一个生病的修行人 修行人生病 没人照顾 真的生病 病得很重 全身长满笼包 玄壮大师 跟他住一起 每一天帮他洗身体 这个身上流的脓 味道都很恶臭 年轻的玄壮法师 没有嫌弃 耐心地照顾 一个月 这修行人病 莫名其妙 好了 好了之后 就跟玄壮法师说 感谢你 不嫌弃我 照顾一个月 我没有什么 可以报答你的 这里有一卷经 传授给你 你把它记下来 这一卷经 就是《般若心经》 《般若心经》 是玄壮大师 在去印度之前 就得到了 然后 老修行告诉他 这一卷经 你要记好了 将来 你要遇到什么 极难恐怖 过不去的事情 就把这卷经 念一念 一定能够逢凶化吉 后来 玄壮大师 在西行途中 经过八百里流沙 就是大沙漠 里面出现 很多幻象 幻象什么 就是干扰 魔境 之前 玄壮大师 遇到这些境界 只要一称 拿摩观世音菩萨 这些境界 就应声散去 但是这一次 不行了 好像力量不够大 于是就想到 这个老修行说的 赶紧把这卷经 念出来 刚一开口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 波罗密多时 所有的幻象 应声消失 到了印度 见到了戒贤论师 也提到过这个事情 戒贤论师就说了 那个修行人 就是观世音菩萨 做硬化的 这卷经 正是观世音菩萨 亲口传授 在传授 在传授给他 这卷经之前 先用 这个福田 去考考他 看他有没有 这个福报 有这个福报 这个福就给他了 实际上 不是菩萨给他 他自己修来的 这样的例子 在佛门中有不少 例如大家熟知的 悟达国师 也是因为照顾 一个生病的修行人 而后来遭到人面疮的磨难 才获得尊者的救度 所以八福田中 看病底 人生病了 身体比较脆弱 这个时候 比较容易上失意志 如果有缘给予照顾 那么可以给他 康复带来非常好的 因缘 这是第二种福田 第三种福田 就是照顾老人 孤独无一的老人 被人嫌弃的 没人照顾的 如果以慈悲心去照顾 也能修到 跟供佛一样的大福田 第四种 才说到修行人 我看到这个说法 都很感动 把最不起眼的众生 放到最前面 修行人为什么放最后 修行人名是离 有人发心想精进用功 去照顾它 这就是刚才说的一棵小树 它真的想要成长 你去照顾它 它将来会长成参天大树 那个功德 就是你种下的 这四种福田 是在佛说处处经上 所讲的 实际上 不过是略举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善于理解 能够举一叶反三 在我们当前的生活周遭 一不小心 就踩到一个大福田 所以我们要善于把握这个姻缘 还有很多人 福田在哪里 福田在哪里 都踩在福田上面了 还不知道啊 赶紧种啊 什么是福田啊 现在都在三宝门中 三宝就是大福田啊 那我怎么种啊 赶紧发心 在三宝门中 做贡献 做事情 没有能力啊 什么叫没有能力啊 只要有一口气 哪里会没有能力啊 只有愿意不愿意 愿意做 举手投足 起心动力 都能拨下成佛的善咒 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有很多钱 才能修大福报 看有没有心 有这一份心 从现在开始 当前所有三宝门中的事情 都是大福田 从现在开始 慢慢累积 自己的福报 会不断增加 随着福报的增加 在三宝田中 拨的种子 可以越来越多 福报是这么修出来的 是用这一念心 去修出来的 相反 等我们有了能力之后 还能够不忘记 这一份初心 相当不容易啊 很多时候 人有了大能力 大福报之后 就忘记了 最初那个音 是怎么来的 就像 我们也听到 有些朋友说 等我将来有钱了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师父建个大道场 我遇到好多 十年前就遇到 有人这么跟我说 好在我还比较冷静 没有冲动 说那我就等你有钱了 才怎样吧 后来 可能啊 他也有福报了 也可能赚了钱了 但是 他总会感觉 我的钱还不够多 这一辈子都感觉不够多 慢慢的 就把最初那一种 信口的承诺 忘得一干而净 当然我们也不能期望 刚才说过了 对外在的任何果报 不要空洞的去期望 我们需要自己 务实的去修 我们的福报 是自己修出来的 如果发心 为佛法 为众生 我们在 全心全意 去修福的同时 佛菩萨还会加持 现在就在加持 可能加持的不多 为什么不多呢 因为我们发的心不多 我们付出的有限 我们在付出的时候 还在犹豫 还在观望 还在等待 所以佛菩萨的加持 也是相应的 忽然有一天 我们的付出 是全身心的 是义无反顾的 不说倾家荡产吧 至少是真心实意 忽然会有殊胜的因缘 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那是什么呢 佛菩萨提供来的 就是所谓 佛力加持 并不是我们 有这个能力 而我们当前呢 把自己本分的 每一件事做好 欢欢喜喜去做 这就是在 种福田 所以 各位同学 在家出家的 要把握好 自己修福的机会 现在大家都站在福田上啊 不用到后山啊 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站在福田上 随手拨下去 就是善主 所以要认真对待 自己所做的本分事情 这是 于住福田 欢喜敬养 事故如等 亦得人天 尊敬供养 果然这样去做 佛说了 你们也能够获得 人天 恭敬供养 这是对龙王说的 前面举了佛 菩萨的例子 佛 福宝圆满 菩萨 福宝 广大 怎么来的呢 一切皆由 修集 善业 福德 而生 我们看到一个人 受人尊敬 那是他的福报 我们看到一个人 能够随心所欲 花钱自在 那是他的福报 我们也希望 有这样的果报 那就要 像前面说的 于住福田 欢欢喜喜 恭敬供养 然后我们一得 人天 恭敬供养 人天 恭敬供养 就是大福报 现情 年轻的同学 可以给自己的人生 做一个简单的设计 要长远 趁现在年轻 多修福 多付出 怎么付出呢 就是把握 现前的姻缘 在三宝门中 多做事 财不失 法不失 无畏不失 样样不失 不要怕吃亏 虽然这个话说出来 没几个人相信 但一定要说 真正对佛法 有信心的同学 一定要相信 吃亏 实际上 真的是在修福 吃亏呢 是旁边不了解的人说的 哪里会吃亏啊 这便宜太大了 捡都捡不动啊 很多同学 常常听老和尚讲经 老人家常常以自己 这一生的命运为例 来勉励大家 早年 命运 不济 经过老师的教导 拼命修福 怎么修啊 不失 太简单了 有很多人常来问师傅 我想求福报 怎么修 我们一般都是拐弯 末角绕一个大圈子 设计一个陷阱 不通让他跳下去 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不直接了当 告诉他 你要去布施 你要去供养 不敢说了 说了之后 马上 对面那个人 心里面一嘀咕 脸色就变了 师傅 你是不是缺钱了 又开始打我主意了 所以一般不直接说 但是如果不这么做 哪来的福报 有人说我去做事 我去赚钱 你去赚赚试试看 如果命中没有这个福报 我们看到太多的劳碌之人了 钱不是赚来的 钱是从福报中生出来的 赚不过是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找到福报的根源 修福 布施 就像老和尚所说的 能舍 布施 开始的时候会有点舍不得 这很正常 这是我们凡夫的习气 要对质 一定要咬紧牙 难舍能舍 舍钱 舍衣服 舍地位 舍名声 甚至舍掉机会 就是有个好机会 但是有人更需要 我可以舍给他 这个不是真正觉悟的人 做不到 但是 做到之后 他根本就不可能吃亏 那有人说了 哎呀 这个事情 很难让人 信得过啊 怎么才能知道 是真的假的呢 外人是不知道的 这一桩事情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自己要去实践 如果害怕吃亏 那就一点一点尝试嘛 吃亏小一点 只要不会亏死 自己还能过得去 那就可以嘛 下次再吃亏多一点 久了之后 慢慢就放心了 等到我们放心的时候 古迹福田 也被别人种得差不多了 所以 昨天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你看 那个裴度 一念之间 改变一生的命运 超过了凡先生 太多倍了 了凡先生 为什么那么慢呢 他就是刚才说的 做一做 试一试 再等一等 观察一下 发现国没来 他还会怀疑 陪度这一念之间 纯粹是为别人着想 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什么果报 反而果报 出其意外的好 所以这些地方 值得我们学习 越大的福田 修得越轻松 修得越轻松的意思就是 自在 修嘛 就修个爽快 何必那么计较 以前老和尚 讲经 曾经多次提到 新加坡 有一位谈离 有一位谈禅法师 一个老师傅 他自己呢 生活很简单 每一天 在道场门口 摆一个香烛摊 卖香火 来的香客 买一点香蜡烛 去供佛 他从这个里面 存一点钱 常年累月 存了不少 然后这些钱呢 他通通啊 都送到 需要建立三宝的地方 需要建立三宝 就是建世院 述佛下 安利佛法的道场 福州有一个道场 是他出钱建的 出了多少钱呢 美金一百万 这已经是 十几年前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 这个数目值不得了 钱拿出来 对方把钱接过去 他 想也不想 干干净净 钱交到对方手上 告诉对方 从我手上到你手上 钱就是你的了 不是我的了 这懂得真不是 以后这个钱怎么用 你不要来问我 个人因果 个人负责 我的福报 修完了 所以这个钱 后面怎么用 建了多大 怎么样 他懒得去理会 真是三轮提空 一心清净 了凡思绪里面说的 如果布施 能这样修 一文 可以收 无量之福 能做到 这一种境界的布施 那会获 大福天 有人说 不行 我信不过 我这个钱捐出去之后 我非得要盯着他 不可 最好是 装个卫星定位系统 看看我的钱 流到哪里去了 否则我晚上睡觉都不安心的 还有人会说 我要对这个钱负责任他 如果这个钱他们拿去用错了地方 那我岂不是要背英国啊 好像很有道理 实际上弄错了一个观念 钱自己既然是舍出去了 那个钱就不是自己的了 如果还认为 自己要对那个钱负责任 没舍出去 不过是找一个人替你去做事而已 那就是根本没布施 这在观念上 错误了 这为什么谈禅法师 他做的那么爽快呢 那是真正知道什么叫布施的人 既然叫布施 叫死 出去了 就不是我的 如果还认为是自己的 根本没死 只不过是寄给别人 替自己保管 有没有福报呢 没有啊 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心 没有真的舍出去 不过是我钱寄在你这里 你替我保管 我交代你怎么用 你怎么帮我用 你说谁是主人啊 不还是自己吗 既然自己还认为是主人 怎么能称得上舍出去呢 舍出去了 就不再是自己所有 既然不再是自己所有 剩下来的因果 跟自己没关系 因果分明啊 后面他怎么去用 他们负因果责任 很多同学这个地方 都产生误会 所以修福修的好辛苦哦 舍出去一块钱 要用一年的时间 盯着那一块钱 留到哪里去 要命啊 要自己的命 也要那个拿钱人的命 算了 这一块钱不要你的了 什么叫舍 舍就是放下 什么叫放下 放下就是不再认为是自己的 爽快了 对这个事情 一定要说透 要不然 我们很多同学 以为自己在修福 实际上 没修到多少福 福报哪里修来的 举个例子 我们要种啊 这个田很好 然后种子也很好 种下去之后 种下去之后 种下去之后怎么样呢 你把这个土盖好了 接下来 你就不要管它了 要给它在土里面 自己呀 培养一段时间 你说不行 我得明天看看 那个芽有没有发出来 它有没有跑到别地方 明天看一下 没有 后天再看一下 没有 又放下了 半个月之后 总之死掉了 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上 还是我们自己 对这个因果 没有认识清楚 老和尚这一生 也在为我们事先 怎么样去修复 越死越多 越死越自在 在这一方面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出家同学来讲 我们身外的所有一切 实际上 都归三宝所有 根本谈不上死 按照佛事 出家人的一切 应该归三宝所有 那我们还说 死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那个 误会的观念给拿掉 不要以为什么 什么都是自己的 如果有这个想法 实际上就不对了 但现在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我们需要 慢慢的 去纠正这个观念 出家修行人 舍什么呢 出家修行人 所要舍的就是法 在家居士舍财 出家师父舍法 法供养 所以念供养的时候 叫财法二师 等无差别 就是这个意思 法供养 我们用体力去做这个事情 有内财在其中 然后我们有身外之物 通通拿来 为法的弘扬去服务 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舍财修福 宣扬佛法 修会 这里面也包括自我的修行 佛经上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有两个修行人 是兄弟 这兄弟两个人呢 爱好不同 哥哥呢 喜欢坐禅 就是喜欢修行 同时呢 又喜欢布施 而弟弟呢 喜欢坐禅 却不喜欢布施 看到哥哥在功课做完之后 到外面去修布施 就觉得哥哥在夹杂 自己在添乱 还取笑哥哥 哥哥就说了 佛陀有教诲啊 要修福修会 不能忽略啊 要不然将来会吃苦头的 弟弟才不管那么多的 懒得跟你理论 两个人命中之后 陆续投胎到 一户人家 一个大户人家 哥哥就投生到 这个大户主人家里面 生下来就是贵公子 弟弟呢 就投胎到 这个主人的仆人家里 做佣人的儿子 因为两个人 过去生中都有修行 所以善根深厚 相差不了几岁 然后两个人呢 就又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玩 然后很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每一次分好吃的东西 肯定都是给哥哥啊 这是少东家 小主人啊 所以好东西都是给哥哥吃 有好多待遇都是给哥哥 那个弟弟呢 奴隶家的儿子 在旁边待着去 然后啊 人走了之后 那个弟弟就在那边哭鼻子 哥哥就说 你哭什么哭啊 上辈子就教你要修福 你自己不修的 一边去坐着吧 你不是喜欢坐吗 然后就 再数落他 我这个又不是我要的 别人都给我的 这都是福报 这就是 大家常常听到的 修福 和修会 同等重要 否则就会出现 修福 不不修会 大象挂阴诺 修会不修福 罗汉脱空波 福会 偏一边 所以我们今天 学佛的同修 应当从这个地方 获得启发 福会 双修 在道场里面 这样的机会 很多 但是我们缺乏引导 所以很多同修啊 总感觉到 在道场里面 没事情做 怎么会没事情啊 你说呢 我们来是来学佛法的 又没有讲佛法 我们好像闲着没事情 讲了佛法 就是教我们 在当下的生活中 去落实 从一进三门 就开始了 就两件事 以后记住了 到寺院里来 就两件事 就好像两条腿一样 不是左腿 着地 就是右腿着地 轮换 福会 与双修 怎么修福呢 带着一个新年来 我今天到这里来 是为供养三宝 是为护持佛法 是到道场里面 来做事情 说了 我是要求什么什么的 这样求就能求到了 单单在那边磕头 问佛菩萨 睁着眼睛要 能要得到吗 自己去修的 在做事的同时 欢喜 不计较 这就是会 例如到场里面 师父们安排 要去厨房 那就去厨房 欢欢喜喜 要去殿堂 就去殿堂 高高兴兴 做的时候 认认真真 尽可能把每一个角落 都照顾到 记住了 那不是在照顾厨房和殿堂 那是照顾自己的钱部的 你盯盯看 哪个角落还有钱没捡到 那就是自己的福报 做得很认真了 还有人会过来指着你脑袋说 怎么做那么乱 怎么不用心 太感恩了 看我钱不够 给我送钱来了 这是明白事理的同修 你不要说 我都这么用心了 你还这么说我不干了 算了 你把钱不得丢给他了 前面白忙活了 那真是冤枉透顶啊 你看多好的修学机会啊 真正名礼 在这个里面会越做越欢喜 到道场里面 真的是收获满满 有机会听法就认真听 听完之后就欢喜去做 从内到外 从内到外 点点滴滴 无不是福天 我们要善于观察 善于把握 善于运用 这个机会 不知不觉 我们的心态改了 我们的感受变了 慢慢感受到 慢慢感受到周围这么多 诸上善人 他们都在成就我 都在给我修复的机会 要不然 自己就会旺盛烦恼 可惜了 这个机会 同学说了 我就是不公平 都我一个人在做 他们都在坐在那边 坐享其成 我感觉到太过分了 那如果嫌自己福报够大了 这么想想 如果还感觉福报 还有点多 那就再把自己气一气 越气 钱挤出来的越多 福报就越小 气来了 福报就跑了 气跑了 气是什么呢 不平衡的心态造成的 所以在一个道场里面 什么人是真修行啊 具备这样心态的人 是真修行 我们以前在传记中 常常看到这样的修行人 默默无闻 任劳任怨 甚至一生 都是在道场的某个角落 去做事情 而最后 走得非常潇洒 什么是成就啊 这就是大成就啊 人天尊敬供养 这是后面的果报 我们希望得到 这样殊胜的果报 要从前面的善心去求 学习经教的同学 要特别流行 与一切大众 广洁善缘 众福田 这是以前导师所教的 学讲经的同学 不能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 这个讲台 不要看就是一张椅子 坐不住 坐不久 坐不稳 经上说 法师生座讲经的时候 这个座下面 兼劳地神 顶带供养 所以 以恭敬心 生座 在佛门中 称之为 待佛说法 那就不是自己 一个人的事情了 人天恭敬供养 对法尊重 那自己如果不认真修点福报 怎么能够维持得了呢 怎么修福呢 要跟每一个人结善缘 哪个每一个人呢 遇到的每一个人 先以欢喜心 面对每个人 然后再用慈悲心 去照顾每个人 每一个众生 不一定刻意去求这个机会 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 自己要主动这么去做 跟一切众生 结欢喜法缘 哪些众生呢 蚊虫 蚂蚁 小动物 这些都是我们的听众 我们前两年 去泰国 专门去 中台 在泰国的 泰佛寺 拜访那里的 祝祠师父 祝祠师父就跟我们谈起 他们中台的长老 围绝老和尚 我们都知道 收了很多出家弟子 中台常住 有一千多圣族 然后这个祝祠师父说 他们这些师兄弟 都有一个共同爱好 喜欢吃一种糖 见到就特别喜欢 然后有一次他们就听师父说 他们师父 在年轻的时候 在山上修行 有居士就供养这一种糖 来 他就常常拿着这一种糖 就在后山的树林当中 到处去喂蚂蚁 去接众生 然后他们就说 极有可能 这批弟子 就是那群蚂蚁 当中的某一部分 被这一种因缘 愿力 吸引而来的 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跟众生的远 也都是这样结的 如果我们希望遇到越来越多的 善缘 好缘 福缘 福报应缘 那从现在开始 就要欢喜去培养 欢欢喜喜 在里面付出 我钱不多 钱不多 有一点也是 乃至完全没有 这一念心也是 乃至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心 那么就看到别人有大福报 有这样殊胜的法语言 生水洗心 赞叹心 这些都是在修复 养成这一种习惯 我们的福报 无形中 都在累积 短时间不容易看出 常年累月 不值不绝 福报就现前了 年轻的时候 如果福报现前了 不要太执着 赶紧继续修 最好把福报留在万年 所以刚才说 年轻的同学 要把握机会 年轻 苦一点 累一点 都还能过得去 年轻的 年轻大了 如果福报 想尽了 那真叫辛苦 你看 年轻大了 如果没人照顾 自己又没有福报 走到哪里被人嫌弃 这些都是福报不够所导致的 那就真的很辛苦 这是从我们个人命运的角度 这样合理去安排 从佛法修学的角度来看 越往后 福报越大 对我们将来往生 帮助越大 走的时候自在 那这福报大了 会不会舍不得呢 所以在修福的同时 也要养成不断去舍的心理习惯 小福小舍 大福大舍 最后一切能舍 将来才能成就往生 不退成佛的无上福报 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 这一堂课 我们学到此地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